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锅之后稍稍搅动一下 等到沸腾之后转至中小火 盖上盖子煮五分钟 加入海盐和黑胡椒 再次搅动一下 继续煮至到金针菇全熟 过程中可以按自己喜好选择盖上盖子 现在来准备配菜的香菜 切成小段即可 鸡蛋也在碗里打散 直到蛋白和蛋黄混合均匀就好 淀粉用一点点水融掉 搅拌均匀 喜欢浓稠一些的羹 可以增加淀粉的量哦 这时候让锅里保持中火沸腾的状态 边搅拌边加入淀粉水 淀粉下锅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搅动 不然会结块或者煮活 再次沸腾之后淋入鸡蛋液 稍稍搅动一下就可以关火啦 最后淋上芝麻香油和花椒油 再加入香菜碎 用余温就能让它们散发出香喷喷的味道了 那这样一碗香香的 金针菇淡花羹就做好了 秋冬的晚上来一碗 热乎乎的超级温暖 香油增加了口味和嗅觉上的层次 让胃口也变好了呢 香菜的部分可以换成葱花 就是另一种体验哦 都很美味呢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